哈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5号 今天礼拜三 现在的温度呢 手机上显示的是1摄氏度 车里面是3摄氏度 今天是有风 算是多云吧 昨天下雪了 昨天下了100天的雪 结果呢 你看路上没有雪 哎呀 这叫暖雪 你知道吧 什么叫暖雪 就是下完就没了雪 叫暖雪 OK 今天是 现在是早上的9点20 21分 我们现在今天出发干嘛去呢 去考试去 过了20多年 哎呀 又要轮到咱考试了 每次想要考试吧 我就有点不自在 怎么都都不自在 然后呢 随着了解的更深入吧 我这个考试吧 还不止一项考试 还有一个考试 总共有三个考试 比如说你是大学 国内上过大学的 来这儿呢 可能就两个考试 一个呢 就是你的英语水平测试 比如说你的 你从一级到六级 把你分成第几级 比如说你是四五六 可能就直接去上大学的课程了 如果是一二三呢 可能你还要去额外自己掏钱上一个 这个一二三班 大概自己掏个两百左右吧 应该是 应该是要对自己掏 掏这个钱去学习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如果有一个 申请了一个补助的话 还要参加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这个测试有要求 比如说听说读写 还有数学 这些大概有个两门三门的 考试要求 要达到这个 才能得到这笔补助金 如果达不到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笔补助金了 这个弄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测试 就是 又重新考一遍入学的考试 如果是通过了 你就可以去社区大学 跟着大课上了 如果没考过 这个一二三班呢 就给你三个学习 三个学习一结束 他就不管你了 也不提供课给你了 你就爱干嘛去吧 就是不要你了 就是自然把你掏开掉了 哎呀 你说这事弄的 我昨天下了一些资料来看啊 哇 他看着头疼 哇 他不明白啊 是吧 这个哎呀 你说咱们说实话 生活上的英文 你去买个东西啊 是吧 你去点个摊啊 都是一个单词 几个单词 蹦着蹦着 是吧 直到话讲的 人家也能明白 现在要学习了 要考验你的这个词汇啊 句子啊 词汇怎么组成句子 句子怎么表达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怎么怎么才是一个有效的想法 比如语副和逻辑的想法 你不能动手稀扯 比如说围绕者主题 那个写一篇文章 大概300字到500字 是吧 你得那个文章的中心意思去写 对不对 你不能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这也不行啊 一大堆这种这种破事啊 哎呀 二十年都没碰这玩意了啊 哎呀 谁那么懂啊 然后说到这个点餐的事 前前几天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 房东的一个水管又坏了 又坏了呢 那么就是没有水 然后呢 就做不了饭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到外面去买卖 买汉堡 买这个哈拉富是吧 哎呀 卧槽 因为我跑过去 我说 Can I get double hamburg 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特别让老外难以接受的习惯就是 中国人都喜欢 要这个 不要这个 比如说这个 啊 要起司啊 Do you wanna cheese? yes Do you wanna fries? no 然后他问多了 整个对话就变成了 yes yes no no yes yes no 导致那个 老外就是 前台的服务员就特别的烦 特别的烦 特别的不耐烦 就是啊 you say yes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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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特别的不耐烦 因为一般情况下 老外点餐也很简单 比如说 给我一个五号烧餐 给我一个八号烧餐 就这样的 老外非常简单 你知道吧 当然也有一些挑剔的 这个比较少 但是咱们华人啊 就经常的就是 这个要吸死 这个不要酸黄瓜 这个不要薯条 这个要饮料 这个不要饮料 反正一大堆的事 你知道吧 导致就是每次点餐就觉得这个 哎呀 好麻烦 你知道吧 就是渐渐的就很多人就不愿去老外的店去点餐了 而且点咖啡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点的咖啡吧 就变成了别的东西了 是要冰啊 还是不要冰啊 是热的啊 还是什么样子的啊 是加奶不加奶啊 反正一大堆的东西 搞不定 你知道吧 搞不定 哎呀真是头疼的 然后呢 这个是今天是上学 哎呀 因为我这到上学的路上大概有将继快20分钟 所以呢 以后呢 如果是可能的话 可能是上学下学的路上可以 倒闭掉一下吧 前天有个网友问 你的Uber账号好了没有啊 我的Uber账号好了 但是我没有去做 我不想做了 好烦啊 做做这个 因为他时间都耗在那 不一定有单子 这个真有别 这是马路上 哎呀 这是美国的马路没有行人道 所以呢 就很危险 哎呀 然后这个Uber呢 我就没开了 没开了 知道吧 没开了 然后呢 然后我最近不都是在这个超市干活嘛 一天干个七八个小时 周末干个八九个小时 哎呀 又是蒙顿绿的了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因为上个礼拜嘛 刚干啊 因为我那长期开车呀 身体太虚了 所以干这种体力活吧 有一个礼拜啊 如果身体素质好 可能三五天就调整过来了 我呢 身体比较虚 长期做的 所以说缺乏锻炼 所以我上个礼拜花了一个礼拜 那个身体啊 特别累 他那个累呢 不是说 就是全身酸疼 然后呢 有一天 我记得是上个礼拜五 还是礼拜四 干完一天活之后呢 哇塞 然后呢 五点多钟下班回到家 然后呢 我说 哎呀 坐一会儿吧 坐一会儿吧 我就坐在凳子上 等我呢 睁开眼睛一看 哇操 已经六点多了 快七点了 我就不知不觉在这个座椅上 坐了一个半小时 哇操 我天哪 我说怎么回事 我说有这么疲倦嘛 然后呢 我就 我就 我说 哎呀 这个也算是好事 知道吧 这个身体的机能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你看我这两天就是 身上呢就 就非常的 这个轻松 因为呢 我的疲倦 这个疲劳系过去了 我现在干活也非常的轻松 这是一个原因 大原因呢 但是最近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下雨下雪 昨天是下雪 前天是下雨 天气不好 所以呢 超市的生意啊 也是和这个天气有关系的 你知道吧 超市也没有多少人来 所以呢 补货上货呢 也不是那么频繁 所以呢 这几天呢 也是稍微比较清闲一点 你知道 这个超市干活 或者是这些仓库啊 厂子里干活 是这样子的 你忙的时候呢 就拔不得人越多越好 你不忙的时候呢 就嫌人多了 你知道吧 就有可能把这些人给开掉 就是 就是万一搞不好 这个超市呢 如果生意持续那么不好下去的话 会随时随地的采源 你知道吧 到时候干完了 我也不敢说 我还能找到其他比较合适 时间比较灵活的工 搞不好我又要重新 重新要去送餐 开Uber 这个也不好说啊 所以说我话不敢说这么死啊 说我一定就不做Uber的 不敢说啊 搞不好 他那个生意持续不好的话 把我给开了 开了我就没办法 还是要去干Uber的 还是要去送餐了 哎呀 没办法 哎呀 哇操 今天去考试 我还对 学校呢 还有一个要求 还有要求 比如说你是新生入学嘛 所有的新生入学 不管你是海外的还是美国国内的 都必须提交那一个疫苗报告 比如说他的疫苗报告叫什么 MMR 包括三样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叫什么脑膜炎 我用那个翻译软件 我看了一下叫脑膜炎的疫苗 反正这个是必须要提供的 不提供不行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如果是以后上学呢 一定要准备一下这方面东西 具体怎么准备呢 可能就是去那个家庭医生那儿 你去抽个血 检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抗体 如果有抗体 那就叫医生呢 签个字 就再交给学校就完事了 如果没有抗体 就要打针了 打完针 打完针之后 可能一针可能两针 可能两针也可能三针不知道啊 可能这个要求都不一样是吧 然后呢 打完针之后呢 然后呢就叫这个医生啊 我稍微转车道吧 这边威胁呢 就是叫医生签个字 然后你就交给学校 就完事了啊 说难不难 他说不难也是也是很耗费时间的 因为你要去约家庭医生了 我无所谓 我今年还没有体检 我就是顺带体检的时候去约一下啊 让他额外的帮我检测下这几样东西 检测完之后呢 签个字 然后我就直接给学校拿过去就完事了 反正就是这条流程 我大概习就了解了啊 因为很多人都说 哎呀上学好啊 上学有钱退啊 我告诉你 退钱是什么回事 退钱是 是你要跟上大学的课程的时候 正式上大学课程的时候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你 他大概给你一个几千块钱 如果你这个学期 你的学分 你的学分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学够啊 剩下钱会退点给你 懂我意思吧 嗯 这是在你正式上大学课程之后 假如说你你如果是上 比如说你要自己花钱去上那个语言班的话 你是没有没有钱退的懂我意思吧 这是你是没有钱退的 而且语言班呢 只允许你上那个三个学期 就是说你最多也就交个五六百块钱 多多了他也不管你了 在这三个学期之后呢 就是每个学期他都会 就是说你可以去考试 啊考试就是参加那个 参加那个入学考试啊 你如果考了三次都没过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 就不要养了 就是通过学期 如果比如说在第一次第二次 啊这个第一学期第二次 那参考试如果过了的话 哎那么你就正式的 可以去上这个大学大学的课程了 哎然后呢可能就有一点钱退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和你的学分有关系的啊 因为一个学分啊 纽约纽约州的居民是300块钱吧 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他补助的话 比如说他补助 这个学期给你补助12个学分 12个学分10多钱呢 300块钱就3600 可能就有三四千块钱 如果你这学期你就学了 学了这个就是学了五六个学分 那摄像型就可能退给你 可能是这么样子的啊 具体我还没有经历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还不好说 等我如果有可能 那个经历到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我再那个出来分享分享是吧 哎呀人家说考试考什么呀 考什么呀 考的都是这个比如说写作呀 有阅读有写作啊 有这个数学 当然这个是这是一个英文测试的分级 分级考试就是可能是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一个一个写作啊 就是按照要求给你一篇这个这个 给你一段话啊 你按照这个要求写一个300字到500字的这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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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作文啊 写了小作文 然后呢可能我听说是我听说是计算机评分 你知道吧就计算机根据你的词汇啊 然后根据你的语法 然后呢进行评分啊 一到六分啊 我不知道是多少分是可以可以直接上大学课程 反正总之啊 我这次考试是往差的考 因为我要我要去上语言班肯定是要上的啊 我不想我不想万一我在哪怎么到就踩了狗屎了 今天呢万一得得得得一个五分六分的 刚才这个是完全没有可能 百分九十九不可能的事啊 我说万一万一那得了个五分六分的 我直接去上大学课程了 我就我就我就傻屁了 因为哎呀听不懂啊 是吧 我百分之百可以很大的 可以很多的人告诉你 我今天奔着一分去的 我就考一分 考一分之后呢人家说你的成绩不好啊 你要去上语言班啊 我就是自己去交钱上语言班 当然呢也有很多免费的语言班 一些学校也有很多语言班 应该这个区域应该没有技术社区大学是不是啊 然后基本上能猜到的 基本都能猜到 猜不到的呢千万别问我 你上的是什么学校啊 我也不想回答 你如果是咱们有缘分啊 在学校能碰见了 你千万不要跟我打招呼 我这个人怕生啊 我这个人怕生啊 哎呀 我看一下我大概 是往这边走 我是提前了 我约的是十点半 现在九点四十 我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过来的 因为我呢 因为我很多东西不太懂 所以说我就提前的 就是来这边 来这边这个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因为哎呀 然后看这边好不好停车 以后呢 如果是我有幸能够继续上学的话呢 我基本上就是上学下学 也就是走这么两条路了啊 基本上就是 就成了这个上学路上的刀逼刀了啊 然后我看一下谁在前面啊 哎呀 你看这些走来走去的 都是很年轻的学生啊 都是十八九岁啊 二十八岁岁的学生啊 咱们这个一个中年人 哎呀 就感觉有点格格不入 哎呀 这这里不好停车了 这里不好停车了 我还要去那麽找车位了 哎呀 我就说嘛 我就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嘛 哎呀 这全部打了双闪在这边停车的 今天来考试的人还 还不少呢 你看没有 这地方没有办法停车了 没有办法停车了 这个地方 哎呀 糟糕糕 我不知道里面 就是如果是 我有学生证以后 里面停车要不要钱 我不知道 我下规 如果问到了我再 我再说 这个地方也不好停车 没有地方停车了 糟糕 糟糕 没有地方停车了 没有地方停车 这地方 这一排都没有地方停车 那我往左拐行不行 我往左拐能不能停车 这边也没有地方停车 这地方也没有地方停车 哇 这些车都往那里面走 哎呀 我忘了这个事了 哎呀 忘了这边停车 也不是那麽 那麽的方便的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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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一看这边也是 也是没法停车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停车 我往这边拐走了 你怎么跑 跑得太远了 这边都没法停车 这个是人家车道 车道啊 这都是水 消防酸啊 哎呀 刚刚那辆车走过去 可能这边也没有地方停车 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停车啊 哎呀 停车是个麻烦的 看来以后提前半个小时来都不一定 这个时间不一定够 因为你要花时间去找这个停车位 花时间去找这个停车位 哎呀 我操 完了 这地方也停不了车 哎呀 还逼我喇叭干嘛 逼我喇叭 逼我喇叭 我就跟你屁后面 看来看你能不能找到停车位 你能找停车位 我 这这这这这区域都没办法停车呀 哎呦 哎呦 你看 这 我还以为他他找到停车位了 这都没有 这都没有停车位 都没办法停车啊 哎呀 糟糟糟 这他妈的 又开始抢车位了 我去的大爷 这边呢 这边呢停车啊 这边停不了 水泥酸 哎呦 哎呦 太妹呀 这么多消防酸的 真的 这怎么去哪找 找到停车位了 哎 这个 这个姐姐是不是要 哎 好了 Consumer yeah 我觉得 我会给你 我走了 你呢 你呢